大家好,我是冰哥 马上就要过年了 年夜放在餐桌上 怎么能少得了这一道四喜丸子 这样做的四喜丸子 大人小孩都特别的喜欢吃 鲜香滑嫩,营养丰富 接下来就请跟着我的视频 看我是怎样操作的吧 首先准备一斤左右的新鲜肉末 碗里面加入葱姜八角水 用筷子将它搅拌均匀 葱姜水要少量多次的加 加入葱姜水能够有效的去腥增香 将肉末搅置到松爽就可以了 接下来碗里面加入一小勺食盐 大概是四五克左右 再加入一小勺鸡精 一勺胡椒粉 一小勺生抽 少许的蚝油提鲜 在碗里面加入一大勺玉米蒂粉 一小勺面粉 再加入一个鸡蛋 继续用筷子将肉末搅拌均匀 搅拌成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起锅 锅中加入多一点的食用油 然后我们取一坨肉末 将肉末揉成团就可以了 油温五成热 下入乳好的肉丸 放入之后不要着急翻动 开小火慢慢地炸 将肉丸子炸至定型 炸至定型之后 用筷子将肉丸翻动 将肉丸外面炸至金黄 小火大概炸到两到三分钟左右 炸至成视频成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用筷子将肉丸给夹出来 现在的肉丸还没有熟透 先将它装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接下来准备葱姜 八角桂皮香叶和干辣椒 翻入锅中 开小火将它炒香 大料炒香之后 往里面加入一勺生抽 少许的老抽上色 再加入一小勺蚝油 再简单地翻炒几下 接下来往里面加入开水 开中火将它煮开 大概煮个两分钟左右 香料汤炸好之后 再用一个漏勺过滤除料渣 把汤汁淋淋 把汤汁淋到肉丸里面 将肉丸放入蒸光 扣上盖子 上去蒸四十分钟左右 好了 时间到 好了 时间到 打开盖子 打开盖子 哇 太香了 继继续 最后 打开盖子 最后 把耳朵的汤汁淋到肉丸上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 记得给我点赞 关注并留言转发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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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